发展白皮书重申了中国不会称霸的立场 同时也界定了国家核心利益的范围 表示将会尽最大的努力维护周边海域的和平 国新办6号发布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 具体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 总体目标对外方针政策和对世界的意义等内容 学者认为这正是继05年之后 再次发表和平发展白皮书的重要时机 来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 去年到今年中美之间在海上的一些冲突 跟周边国家关于南海问题的一些分析 这些问题都引起了外界的猜测 中国到底会怎么利用自己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来发表一个我觉得是正常的 应该的 和平发展白皮书是中国在自身和平发展路线上的重申和表态 虽然中国一直奉行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政策 但是依然没有减少其他国家的危机感 通过长期这个 一个是这个增加透明度 比如说发表白皮书就是增加透明度的一个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实际行动 比如说过去30年 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国家实力是增长最快的 过去30年我们跟周边国家解决的领土争端 包括经济争端都是以和平的方式 白皮书对中国的战略目标整体意图做出了系统的说明 解答了此前外界的质疑 学者认为白皮书是否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准确接受和解读并不好说 但中国方面过去30年间一直都没有通过武力解决任何争端 则是最好的和平崛起的说明 敖亚卫视孟伟孙哲 北京报道